第一場課其實是我們為什麼會有這個營隊 為什麼會有這個營隊 就是其實我們台灣要去面對氣候變遷的挑戰 所以我們今天開中民一的第一堂課就是從氣候變遷來開始談 我們想要跟大系的徐光華老師 那第二就是我們先從氣候變遷對人類跟我們怎樣去做調式來開始談起 那下午等一下第二堂會是講節能然後下午會講綠能 但是我們所有的一切的努力 方法要去把部落做成一個百分之百的綠能部落 讓台灣社會可以有一個典範來學習 我們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要減反那個我們人類造成的那個氣候變遷的問題這樣 那我們歡迎徐老師 謝謝 我也是台灣環保聯盟的學位 好 基本上我會跟大家先介紹一些科學的背景簡單的 然後問題的根源是我們使用化學來表 然後國際上先看一下其他人怎麼去因應的 那我們台灣現在的策略怎麼樣 我們未來的挑戰有些什麼樣的立即面臨的問題 然後最後的會題也簡單介紹一下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好 那我這邊有幾個簡單的問題想要請問各位 大家就談能源啊 談什麼 談了很多 那當然我們沒有時間一一問 這樣我講一個一個問的話可能就去量二十分鐘 所以想要請問了 想要請問第一題好了 你們認為氣候變遷是 E 發生中 B 是三五十年後才發生 C 不確定是否會發生 B 假議題 B 發生以後無所謂的 選A的請舉手 那我看那就不用問其他的了 那我問第三題好了 你認為我們台灣每人每年的CO2排放 是比哪一個國家少 比哪一個國家少 看啊 A B C D E F 可以複選 可以複選 選A的請舉手 比哪一個國家少喔 我比一度少 每個人喔 不是總量喔 每個人 每個人 其實不是每個人的CO2喔 比多少嗎 沒關係 舉手 B 南非 新加坡 德國 美國 日本 其實雖然叫複選只有一個答案 中級了 只有比北國少 然後我看 現在這個問題待會有問題到 最後一題 你認為我們台灣的用電量 這是沒有什麼對錯 你認為我們的用電量 跟目前比較20年之後 A 會比現在 差不多 B 比現在少2到3成 比現在多2到3成 比現在多3到5成 不知道 看一看喔 A 跟現在相似的請舉手 B 比現在少2到3成的請舉手 C 比現在要多2到3成的請舉手 B 比現在多3到5成 那你們這一組是比人家多一點 大部分國會的多數 會比現在多2到3成或3到5成 20年之後 是大家的想法 這個沒有什麼對跟錯 但是我覺得大部分人的想法是 可能這樣還是有一點點的 好 問第二題 全球有多少的國家用核能發電 A 是超過100 B 就是1到100 C 46到60 36到45 26到35 16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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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好了嗎 1 超過100 就用核能地請舉手 1 超過100 1 61到100 6 46到60 三十六到四十五 二十六到三十五國 十六到二十五 少於十五國 可能沒有去求 三十一個國家 所以應該是二十六到三十五 再問 兩批核能 請問哪一個國家 這幾年沒有用核能發電 沒有在用的 這是數學 美國有沒有 義大利有沒有 沒有用的 所以假如沒有就要舉手 義大利沒有人舉手 澳地利沒有人舉手 不知道 德國 錯錯錯錯錯錯 義大利沒有 澳地利也沒有 義大利要舉手的 德國有 德國只是2022的時候沒有 新加坡有沒有 沒有的要舉手 也沒有人舉手 新加坡 這太小的地方怎麼放 何變 南非有沒有 南非沒有的請舉手 瑞典沒有的請舉手 新加坡沒有 南非有 瑞典也有 那我問第五題好了 封閉發電 每一度 我們現在跟業者買 你自己去光封閉發電 政府會跟你買平均一度電池多少錢 有比較大的工資 不是一個小的工資 A 小於3塊 13到5 15到8 8到14 10到15 大於15元 大家都說這支能源不貴 那麼不穩 所以請問A的請舉手 B的請舉手 C的請舉手 B的請舉手 B的請舉手 S的請舉手 我們跟民營業者買 一度不到相太強 會不會 對啊 不貴 所以大家都說在這個也很貴 好了 問先後一題 先後一題 我們全球的核電跟風力發電的裝置容量 就是有多少的發電的裝置跟發的電量一樣 裝置容量 核能是N的話 風力發電是W 所以N跟W的比例 所以核能是風力發電的100倍 20倍 10倍 一樣多還是風力發電的10分之一 A的請舉手 B的請舉手 C的請舉手 D的請舉手 B的請舉手 很多人沒有舉手 他還沒起來 既然風力發電已經超過核電了 是差不多400多到300多的 併水差不多是100倍 已經超過了 其他的問題後面會有提到的 我們先講什麼叫做溫室效應 溫室效應跟我們綜化的溫室不太一樣 我們現在講感應變氣候的溫室效應 是太陽來到地球的熱 地球就會吸收 可是地球的熱一定要放出去 這樣子的話地球才不會一直熱起來 所以地球的熱要出去的時候 碰到的這些氣體 這些氣體會吸收地球出去的熱 太陽的熱 太陽的能量是紫外跟可見光是比較強的 地球出去的是紅外線 比較弱的熱的溫室 可是這些氣體就會吸收地球出去的熱 所以會把這些熱再反射回地表 所以我們的地表會變熱 這就是所謂的溫室效應 所以假如當然有人說 我們只要把太陽遮住的話 太陽進來的熱就會少 對 但是大部分講的 我們講的溫室效應是地表出去的熱 散熱被擋住了 跟重發的溫室一樣 重發的溫室是說我們缺乏對流 所以停在太陽底下的車 你把車窗關緊化裡面很悶熱 可是你只要把車窗咬下來 不久之後內外就差溫度一樣 那個是缺乏對流 我們平常重發的溫室是缺乏對流 那本來就有自然的溫室效應 這個不是我們完全都是人為 只是我們現在討論的氣候變均 是我們人為引起的問題 所以本來我們地球上就有二氧化碳 金星 火星各有二氧化碳 所以我們地球就會比沒有二氧化碳 多至三十幾度 所以讓我們的地球正好 水可以是氣體 負體 地體三台都存在 是一個至少目前還非常適合生活生存的地方 那我們平常就有所謂的自然的溫室效應 怎麼講呢 自然的這個氣候改變 大家都知道地球自轉 跟我們地球繞太陽風轉的平面 不是直角 不是直角 所以有個傾角 太陽照過來的時候 我們夏天是直射北半球 可是假如我們轉到風轉的另外一邊的時候 太陽就直射南半球 這就是我們的北半球的冬天 所以四季就是因為地球自轉 跟這個繞著太陽風轉的平面的焦角 不是直角 因為你想假如是直角的話 就沒有四季了 因為太陽一直直射遲到 這是自然的氣候變化 所以有的人說 同學有的人他比較眼睛比較不知道 可是假如你住房子或是住在外頭 就會發現有的房子 為什麼冬天住起來暖暖的夏天不是那麼熱 就是假如這個房子被向著北邊創破朝南開的話 你就發現太陽冬天的時候會直接射到你的房子裡面來 然後夏天的話射不進來 夏天的太陽是比較直的上直的下 那冬天的時候太陽因為直射南半球 對於北半球來講是斜斜的設計盤 所以斜斜的冬天起來斜斜的西邊下去 所以你的窗子朝南邊的話 冬天都很暖和 夏天就會整個很熱 所以這是其他國家 現在很多國家在設計房子的時候非常注重 所以我們盡量利用自然的現象 讓我們少用能源 還有其他的自然氣候變化 我們只講一個 他這個人有講三個 其中有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自轉軸跟公轉面 不是直角 那這個角就是自轉軸跟公轉面垂直的這個角度 我們叫傾角 這個角的大小被改變 這是這個人說的 你來拋骨手 他說這個角度不從22到24.5 這個周期4.1萬元 那這個人不是隨便說說的是有證據的 好 這個證據在哪裡 大家都知道你在小學的時候就知道了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在哪裡? 在台灣喔 哪裏我聽見 因為就是北圍歸線嘛 要知道我們太陽直射最本的就是叫北圍歸線 也就是我們的夏至 所以這個角度假如在改變的話 你夏至的位置也在改變嘛 也就是你的北圍歸線的位置也會改變 所以這個角度是從大到小呢 還是小到大呢現在? 好啦 隨便猜一猜嘛 從大變小的請舉手 從小變大的請舉手 因為你想想看 假如它變成零度角 就是太陽直射赤道 所以假如這個角度是在變小中 這個北圍歸線就應該往南跑對不對 假如這個角度變大的話 北圍歸線就要往北跑 那這個盃是日本人在1908年的時候 射的北圍歸線戒盃後來滑掉的 那我們這個現在角度在變小中 每年北圍歸線應該往南移14.4公尺 不是公分喔 14.4公尺蠻明顯的 所以這個是有一個學者去整理的 以前的資料就是 從北圍歸線戒盃開始設 到這個是差不多1998年的paper 所以那個時候已經比了公平多了 那還會再往南移 會移到 現在其實應該已經住在台南市了 假如真的去涼的話 然後移到高雄 移到屏東還會出海 然後聽說九千三百年之後才會避開 因為你住在共和地方 你住在現在的北圍歸線戒盃的地方 那你就會覺得太陽不再直射你了 當然你接受到的能量就不一樣了 所以這是自然的氣候的變化 那他還說了另外兩種 其中的一種我現在沒有看到 是特別的證據 另外一種 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 地理上面交搭的是太陽的公轉 就是我們的地球繞太陽的公轉面 公轉面我們說是橢圓 然後太陽是在啟動的一個焦點上 但是比南康明據說 其實不怎麼樣 不是特別一定是這樣子 他說橢圓會變成圓形 所以我們都變成橢圓 大概是十萬年的這個周期這樣子 所以當然因為橢圓 我們本來是夏天的時候 是比北半球的夏天 是我們地球離太陽最遠的地方 所以假如變成圓 我們就越來越熱了 那這個是大家常常看到 有關氣候變晶的資料 上面是二氧化碳的濃度 下面是溫度的紀錄 那這個是科學家在南極 這個俄羅斯的策展 刮到最長的冰柱 零是現在 然後代表四十萬年來的這個氣候的紀錄 它的外氧化碳濃度跟溫度的紀錄 有蠻好的相關 那有一點蠻有意思的就是 它是有一個周期性 這個周期性看起來是十萬年 我們剛剛講的後面電源性 那其實你可以發現 溫度高的地方是比較少發生的 其實大部分的時間是溫度比較低的 是我們所謂的冰核時期 然後這個冰核跟非冰核時期的溫度差 是差了攝氏五到六度 那二氧化碳的濃度是從兩百到兩百八十 這個PDM 就是百萬分之一 那差了八十個PDM溫度可以差到五到六度 那我們現在本來在1940左右 50點代的時候 大家認為我們會進入另外一個平衡的事情 結果沒有 因為我們換氧化碳的濃度一直在上升 現在我們二氧化碳濃度已經超過了四百PDM 那加上其他我們還有原圍的這個期限 人工合成的 我們現在已經超過四百五十個PDM CO2 對不對 那大家認為這溫度的增體度呢 有點沒有舊感 那我這邊列了一些我們主要的溫室氣體 大部分討論的是這幾樣的 那不是說只有這幾樣 還有其他的佛裕交易體 但主要大家在談論的時候是談這六類的 六類 七類 二氧化碳 甲腕 甲胖 雅膽 然後這個佛裕強化物跟它的替代品 還有其他的合成的氣體 那有的生命期甚至到達五萬年 雖然他們的濃度 以他的效果蠻大的 那這個其實氣候變性的問題 很早差不多1980年代就有了開始 讓大家都怎麼放在心上 然後一次討論從1997年開始 定了進度地服飾之後 還一直在還一直在講 可是呢 其實大部分的國家 尤其是在20世紀的時候 並沒有到台北的時候 沒有太認真的點對 那最多 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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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不用心的說明國家是俄羅斯 俄羅斯 因為認為暖化對它有好處 它跟蹤的面積變多了 因為本來在靠近其去的地方 不能跟蹤 所以它認為暖化對它有好處 所以它非常不積極 可是沒有想到2010年的時候 俄羅斯的熱浪 這個是衛星圖 我們跟2000年到2008年 如果PG來比較 那有的地方是高出42度 一定想想過 那個地方其實平常夏天也不過20度 那2010年的時候 有一些地方甚至高達42度 42度在那個地方絕對會熱死的 我們山子路我們都覺得熱死的 那你要知道那些地方 從來的房子帶起來就是怕冷 怕溫度散心 所以不怎麼通風 所以他們不知道怎麼去陰逆很熱的環境 不知道怎麼去處理 就像我們把我們丟到阿拉斯加 我們也玩了 我們不知道怎麼去過那種日子 他們也不會過這麼很熱的日子 這個不只是2010 後面還有很多次 2010年去年 還有今年 今年其實印度最熱的地方熱到52度 52度 嚇死人了 40幾度我們都已經 30幾度我們都覺得瘦熱 而且這個熱浪發聲的頻率 是越來越頻繁 那我們當然說這個氣候變遷 第一個會影響的就是很多的海島國家 所以像我們很多荒交國 可能中的一些 這是我們荒交國之一馬山爾群島 這就是它的別 就是三胡椒堆起來的一圈而已 裡面也是海外面也是海 所以即使它非常有傾向 荷蘭也沒有辦法蓋海田 因為地就是有洞的 三胡椒就是有洞的 然後你的地不只是說有洞 會被淹沒的問題 而是漲潮退潮 假如故障幾次你的土地被淹了幾次之後 沒有淡水了 也沒辦法種東西了 所以你會更沒辦法 沒有辦法死你了 死亡 那早年我們看到氣候變遷 就是啊 冰河很快地融化了 北極的冰塊越小了 北極熊可能會餓死 好像都很遙遠 但是我們呢 你就發現越來越來 在緯度的第一種地方 像歐洲的地方 一不下雨就是乾海 乾海 乾海 然後一下雨就是暴雨 這個不只在台灣 在很多地方都是這個樣子 不下雨的時候就是乾海 一下雨就是暴雨 空氣裡面的水氣太多了 一下就一直下降之下 所以2009年的爸爸東災的時候呢 其實在這個之前 我們台灣是缺水的 水利署那個時候 還要發結水用具給各個家戶 結果沒過一兩天 下了雨 起先 大家可能知道 就發現這個雨下下來 一年的平均雨 一樣在三天就下了 但那三天就下了一年而已 這個變量不只在台灣發生 印度 很多的國家 歐洲 都發生這樣的現象 因為氣溫變間是在影響 越來越靠近 他說 誒 今年的台北居然下雪 不是2013 喔 這只是2013 甚至市民都有一點點來飄雪 這是平民的茶園 好多人好興奮喔 都跑上去塞去看雪 然後就下不來了 因為塞車塞到 沒辦法 下來了 好 那你說哪有 哪有增溫 當然有人很興奮 可是有人異物類 兩種的全都被凍死了 很慘啊 那你說這個怎麼叫做全球的中溫呢 假如我們看全球的平均來說 平均溫度還是在增加 有個地方很冷 可是有地方很熱 相當於最近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大概是溫度是差不多 攝氏35度 哈哈哈哈 阿拉斯加平常的時候是20度的 夏天最近是35度 所以很多人就到海邊去 這樣沙灘地 從來到阿拉斯加就很少發生這樣的事情 可是有的地方就會冷喔 像今年初的時候 甚至北極要比美國的中西不要冷 就是整個氣候的形式開始改變 我要強調一點 我們每天的這種下雨啊 其實這個叫天氣 天氣的長期 平均才叫氣候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講 它這樣很奇怪的天氣 是不是氣候變遷 嚴格來講我很難講 因為氣候是一個比較長期的附近 所以它可能是一個氣候變遷 就是一種趨勢上面的一個現象 可是單一的現象 你不能講是氣候變遷 本來天氣就有呼冷呼熱 只是我們看到下雪是一個非常清淡 它會對這種極端的天氣 越來發生的情形越多 那我們認為現在極端的天氣越來越多 就是一個氣候變遷 一個越來越陰重迎合的現象 但是哪一個事件 是不是氣候變遷 那麼難 所以其實最近這幾年 是很麻煩的 去年就剛剛整理的去年 全球的平均溫度 是有史以來 我們人幾乎溫度以來最熱的一年 那這個最熱的一年的前一年 就是2014 2014呢 我們去年有比2014要撥出了一年的六度 全球最熱的十六年 有十五年就是在二十一世紀 再加上一九九八年 全球最熱的十年呢 除了一九九八年之外 全部都在這裡 全部都是二十一世紀 而且溫度量越高越好 其實氣候變遷 已經看到的第一個最嚴重的問題是水 我們很少想到 我們台灣其實 我們等一下都談解量 我們政府跟我們要做因應 可是我們做了什麼的因應呢 其實你都看不到 我們有沒有對水資源好好的管理 沒有 這個缺水非常嚴重的時候 就像硬度 就是所有的人都要到一個擠 有的村子甚至娶不到老婆 為什麼 因為太太是要負責去挑水的 沒有人願意把女兒嫁過去 因為挑水就要走兩三個鐘頭挑回來 每兩天至少要挑一次 誰要嫁呢 就找去跟老婆 那水資源過度浩劫 其實不只是現在 很久以來 這是一個 這是跟氣候變遷 跟人的濫用比較有關係 這個是美國的 這個地層下線最嚴重的地區 就在加州的 Central Valley 叫St. Eugene Valley 這個地方種植了很多的農作物 那這個圖的意思是什麼呢 是說1925年的時候 你應該站在那個地方 地層在這裡 1955年的時候 你應該站在這裡 1977年這個是還沒有最新的 1977年你站在這裡 我們不知道現在站在哪裡 這是美國的地執調查書 就是美國地層下線最嚴重的地區 不過他們還是繼續在草原下線 因為我們人其實 我們可以幾天不進食 可是沒有辦法不喝水 所以連續乾旱 或者是暴雨突然來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水 所以水資源的管理 應該是在我們氣候變遷議題裡面 第一個需要正式的問題 我們的調適其實 根本沒有在水資源的管理上的問題 想辦法 那加州最近稍微好一點 不過過去的四年連續的單案 所以加州都規定 不可以交草地 不可以洗車 還有派志工去到處去查 查到了要罰了 所以有的社區就不能交對不對 那個草地就孤寶 覺得很難看就要用那個去噴漆 就像北京在辦奧運的時候 為了要草地好看就用噴漆漆 美國人也去噴漆漆 不准你 可以缺水 所以他們這次嚴格的控管的時候 可以省下四分之一的水 省下四分之一的水 最近稍微好多 所以其實很多的水資源的變化 這個湖是2800平方公里 快到台灣的十分之一了 這個湖怎麼消失了 這是2013年的照片 這是2016年 所以這附近的人 跟他所有的活動 都會受到很難 這當然人的影響 還有開了去把水資源移走 去種東西等等 那其實氣候變金在台灣 一直把它當作一個純粹的環境 保護問題 這是絕對的錯誤 絕對的錯誤 為什麼你看其他的國家 什麼G20啦 G8啦 什麼科目會都要討論氣候問題 這些國家絕對講白點 他們不是善男性女吧 絕對不會因為道德訴求 在談這個事情 這是非常嚴肅的事情 我們台灣反倒是非常的輕酷 只是拿來當口號 氣候變遷不單是極端氣候造成人 跟財務的損失 傳染病的流行 燈隔熱 以前小的時候是沒有什麼燈隔熱的 現在燈隔熱每年爆發 還有現在還有Zika virus 還有影響我們的糧食 突然在天冷 反正要耕作的時候 突然天冷突然天熱 開花結果的日子都亂了 糧食一定會受到的影響 那我們台灣的三分之一 自己一員 其他三分之一都靠進口 人家自己當然是比較重要 所以我們有沒有想到說 在氣候變遷之下 我們台灣真的要去 因應我們的糧食問題 還有其他的經濟作物 甚至美國還評估 氣候變遷對它作戰的影響 當然還有 有的學者認為為什麼敘利亞開始有內外 就是敘利亞之前有一段時間乾旱 很多農民沒有升級 敘利亞政府並不喜歡這一群人 所以就讓他們餓死 所以他們才開始反抗 所以這時候為什麼敘利亞內戰的開始 其實是氣候變清 一媽的這些內外 還有什麼領土的爭議啊 最嚴重的就是我們現在的增溫是 我們人歷史上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這樣子的增溫在歷史上 在地球上面沒有那麼高的溫度 讓它一直持續的話 是不是我們人的生存都會受到影響 就是這樣延續的問題 我們談這些氣候變清裡面 最重要 影響最大的就是我們燃燒霸食燃料 產生了二氧化氧 佔了百分之六十幾 就是對增溫的貢獻 所以大部分的討論講能源問題講什麼 就是因為氣候變清裡面 想要減少它的衝擊的話 一定要給能源問題採取一些 比較快速的方法 投出的方法 所以我們看能源 這個是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的IAA 它做的比較1973跟2073 它所有的比較都是1973年開始 1973年是第一次的石油危機 石油危機之後 郭英文就發現 這個油是理所當然的都會的 所以他們就成立這個組織 所以他每年就會做一些評分 做一些預測 我們在1973年的時候 46%用油 石油危機之後很多不是那麼需要用油的 就轉成用煤 用天然氣 所以油的比重變少 那絕對的用量還是再增加 增加了兩倍多了 那核能也稍微的增加了一些 然後呢 其實我們所有的環境問題 假如我們在氣候變遷的問題發生之前 假如你注意所有重要的環境問題 除了油溜層的創動之外 幾乎都跟我們使用能源有關係 能源的開採跟劣質 大家不要以為這是哪裡 這個是加拿大 我們去加拿大都看到漂亮的地方 沒有人會帶你去看這個 Alberta、Titon這些地方 所以我們可能覺得 某些地方的破壞很嚴重 其實工業國家的破壞也是非常嚴重 尤其在農場區 這個通緝污染的最近 我們台灣才開始流行PM2.5 我們都是跟著中國去流行 其實我們在十幾二十年前就在講通緝污染 沒有人重視 中國流行的話 我們台灣才開始不行 我們本來是一個先進國家 變成追隨一個落後國家 那這個當然也是因為中國的污染 變得非常非常的嚴重 就是路透社記得到了 在天安門廣場經過的時候 通緝污染非常嚴重 不過有很大的螢幕放一個藍貼 那今天他就覺得非常嚴重的事 那我們台灣說我們的空氣 污染來自台灣 來自中國 我覺得我們有別的時間 那就討論好 我覺得就是個很負責任的講法 因為台灣的污染大破壞 因為中國 譬如說北京或者是它的北方 污染嚴重的時候 一定是風很小的時候對不對 風大的時候 污染就不會很嚴重了 假如風很小 它怎麼傳幾千風里傳到台灣 假如它風大的時候 污染不嚴重了嘛 傳到台灣也不嚴重啊 早就飄散了 對 而且你注意 我跟環保所報告的空氣污染嚴重的時候 是哪裡在嚴重 中貨嘛 這個污染是從中國飄來的應該是北邊嘛 台北最嚴重啊 基隆最嚴重啊 我們大部分的推東北風啊 我們很少推西北風 你要注意 我們台灣是東北跟西南風 不會直接從福建的那裡傳過來的 所以 那個根本就是隨便講講的 大家越講越要看這個人 有沒有真的去越久飛了 其實中國跟1952年的平衡神像 我們空氣污染最嚴重的事件 就是1952年的12月4號到9號 人分這幾天就多死了4000到8000人 污染嚴重的程度是 有的地方甚至能見陸續 零 零就是你自己伸去手 看不見你的無止 那中國也看是越來越像 所以本來認為開發多國家是以避免 這個過去工業國家的這個惡劣的情形 但是似乎中國並沒有當地強化 那我們稍微的提一下 好 這個國際上的討論 是不是 怎麼 國際上的氣候面前的問題是怎麼去處理的呢 雖然1980年就有學者在認為 我們的發展發展增加 一定會引起氣候改變 但是一直到1992年 這些自然科學家 一直推一直推去1992年的地球高峰會的時候 就真的就決定成立一個氣候編碼 剛剛的公園在聯合國之下 所以叫United Nation and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所以我們簡稱UNFCCC 那一年參加的國家的元首 有一百八十幾個國家 那這些國家的元首 其實都是一個國家的元首 就承諾說他們的量化展 要排放到兩千年的時候 要回到1990年的這個戀口 那這個大會呢 UNFCCC要有多少個國家能等 所以它的第一次大會在1995年開召開 1995年召開的時候就發現 其實公園國家的承諾都沒有人做到 是口頭嘛 每一個國家都在增加 所以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怎麼辦呢 就是說花兩年的時間 在第三次大會的時候呢 就制定跟有約束力的公園 所以在1997年的12月呢 第三次大會的時候呢 就成立 就拿到了一個京都議定書 叫Telpo-Cupo 那只是在京都議定書之前 美國國會就通過一個法案 這個法案就是說 這個年底要開的這個會 美國假設年底這個會的條約裡面 也沒有談到開發中國家的責任的話 我美國政府不能簽 也不是美國政府不能簽 就是美國國會不會通過 不會通過 所以1997年這個京都議定書簽的時候呢 他是說只管大概40個工業國家 不是所有的國家喔 只有工業國家 工業國家呢 在2012年的時候之前 他的平均排放呢 要比1990少來的都比2 那假如假如你自己國家做不好的話 你可以依照 你去跟人家交易買賣的話 交易版還有合作減量 或者是這前面這兩個呢 是跟工業國家之間 那後面這個是工業國跟非工業國之間 清潔發展機制 那這個意思是說 合作減量跟清潔發展機制 那個內容都很像 我讓你覺得 我跟你講去投資 譬如說日本到印度 去投資一個電廠 那依照印度的基準 可能印度就會選最便宜的燃煤電廠 那假如日本一投資 蓋的是天然氣發電廠的話 那同樣的效率的時候 天然氣發電廠的二氧化碳排放 只有燃煤電廠 所以這個減少的二氧化碳排放 就可以歸日本了 這個是合作減量 或者是CBM的機制的主要目的 讓工業國家把好的新技術 帶到開巴中國家去 那GI是工業國之間做的 叫做GI 工業國跟非工業國之間做的叫CDM 那交易只能在工業國跟工業國之間 CDM計畫特地排除核電 也就是日本要去印度投資 核電廠不能算幾樣 所以排除核電 這點我們政府從來不會告訴個人 然後2009年本來是說在哥本哈根會議的時候 能夠達成協議 因為進入議定書只有到2012年之後就沒有講 所以就沒有得到結論 所以現在是一個過渡期 現在是一個過渡期 那2010年的時候大家存意 這個氣候變遷協商的這一終極的目標 是徵徵不超過兩步的 那我們剛剛講說 美國的這個國偉通過的這個條約 就一直約束著美國 因為在基督裏技術裡面沒有開 開巴中國家的體驗 所以高爾京都有去也有簽約 但是不能送國會 因為國務的法案在 你送了國會等於自己討耳光大 國會已經告訴你這個約裡面沒有開巴中國家 你就不要送來 那我們台灣是一個很不守法的國家 所有的國際公約不只是簽約而已 還要送交國會通過才算正式通過 不然的話我今天代表台灣是去簽約 我管你國家的什麼好處在哪裡 我只講我的好處 所以人家送我這個東西 送我那個東西我就把它塞在口袋裡 我所有的錢可可可可 回來就要自動生效嗎 你懂嗎 不可以這樣 所以所有的為了避免有這種情形 所以國際公約不論什麼國家都要回去 那個國家的國會通過才算正式生效 所以我們只有我們台灣說什麼協議啊 到了時間就自動生效 沒有這樣子的 還有協議可以不要比到我心看 不要簽也是很奇怪的 那科學家的建議是這樣子的 我們剛剛講我們現在已經是450公約了 所以其實已經在增溫在兩部的危險範圍裡面 所以本來在2007年現在已經快10年了 2007年之後科學家有建議 我們人的二氧化碳總排放 現在在2015年就要達到最高峰了 205年大概1990年的一半 才能夠控制增溫在兩部之內 那假如是這樣子的話 要讓工業國家已經發展到一個程度好 所以要開發通國家內心增量的空間 對工業國家要做更多 所以希望他們2020可以減25到40 2005年減80到90 基本上就是不能再用80年了 這個不是只有工業國家喔 這是對我們大家 而且其實台灣也算是工業國家喔 那這個時候呢 海島國家跟極低度開發的國家 就認為增溫控制在兩部還不夠 對他們的國家還是有威脅 所以希望能夠來討論增溫和操作的設施基金 2013年的時候 這個IP-44又出了另外一份報告 就是第五次的屏幕報告 它換了一個角度來探討 不管有沒有人類都可以做得到 我們用那個自然科技的方法可以去計算 假如我們希望增溫在兩部之內 我們總共人類可以排放多少的二氧化燃 是不是可以算得出來 一部分到了海裡 一部分被植物吸收 所以我們總共人類呢 要維持增溫不超過兩部 大概只能總共排放三兆公分的二氧化燃 那過去兩百多年排放了兩兆左右 那你說還有一兆嘛 那過去兩百多年排放兩兆 我們一兆還可以用一百多年 錯 我們現在排放越來越快 我們2011的時候 一年排放是差不多350公噸 所以你想想看一兆公噸 只要用350公噸一年的話 你大概30年就排放完了 差不多30年時間 這一兆公噸的空間 所以有人講得更少了 所以30年之後 我可能不在 大部分你們可能在還是在 你們就讓自己再想一想 今天跟你們大家講的這些事情 假如我們現在都不做任何事情 30年之後會是怎樣的時間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IVCD有趣的報告 就提出一個訴求 就是人類的排放到跟自然的吸收是一樣的 這就是有一個排放 雖然名詞看不出來 它這個碳中性 cabon neutral cabon neutral的意思就是 雖然名詞看不出來 你說哪有可能 哪有可能 不管可能不可能 這是必須達到的 這是必須達到的事情 不管我們人類怎麼想 這個氣候就會一直在變化 為什麼是兩度 這兩度是大家算了一下 生態等等的變化 兩度這會在聯合過去 這是我們人類才勉強可以接受的程度 就超過兩度 可能會知道變成什麼樣的 所以用我們現在的速度來看的話 我們30年大概就把這個性價的程度 用來 所以是非常緊急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不要認為什麼歐洲 美國這些國家談這些事情 是沒事做 不是沒事過 是這件事情非常的緊急 非常的急迫 不過臺灣完全看不到這種感覺 則班會議就不要有可能看了 那我們看有些人家做哪些的準備 2014年的時候 歐盟就做了一個決定 他決定2030年的時候 他的溫水下面的氣體 所有的這些氣體加在一起 他要比1990年早晚的磁性 煞潮 然後他的能源裡面要27%是再生能源 能源不是電喔 能源是更大的一個效果 那丹麥決定在2025年就要去停止煤的時候 他們去年2015年的電發電也有42% 那大家都在問你 我做這裡 我請自己不要看他 他其實暗地裡做了很多的事情 小布希當總統的時候 然後2005年的時候 他們就通過一個華愛叫做 reliable fuel standard 就規定運輸又有一點 每年要加多少的生殖酒精 所以2013年現在的資料裡面 2013年的時候 美國在路上的車子 就是10%以上是用生殖酒精的 是他們自己產的生殖酒精 美國的軍用飛機 軍艦都開始使用 自己生殖的生殖酒精或生殖材料 他有一天他就可以不要用 不要用化石燃料 我們有沒有準備 沒有 那美國也規定二壤發炭 在電場的二壤發炭看到的話 那美國自己開始做得不錯 就開始去遊說其他國家 中國是最大的開放 所以他去遊說中國 要限制自己的開放 那中國也是因為空氣污染關係 所以同意在2013年的時候 他的開放要達到最高的 其實因為最近經濟不景氣 聽說去年已經到達一個高峰了 那以後會不會再起來就知道了 那很重要的是去年已經在巴黎的會議 做了一個對氣候變性來講 大家都認為非常重要的決議 他的主要的結論是這樣子 我們控制增溫 是希望增溫原體兩度要來的低 希望能夠不超過測試1.5度 而且人類的開放盡早上達到最高峰 然後從本世紀中 是差不多30多年後 人為開放的跟自然的吸收 要相當就是剛講的太中心這樣 那目前為止呢 並沒有要求每一個國家做多少 而是每一個國家自己承諾 你可以做哪些的檢量 那你這些國家檢量的承諾呢 每5年檢討一次 公開透明檢討一次 做得講到不錯的就繼續做 或是做更多 假如做得不好 大家就來幫你怎麼去達到 你應該有的目標 所以就希望這是沒有罰則喔 這跟京都一定是不一樣 這是沒有罰則的 是希望大家努力的去做 互相合作的 那當然有提供開發這國家的財務機制 然後沒有辦法做到檢量 就可以利用交易等等 那第一次開始停屠各國的檢量承諾 是2018後年開始 為什麼這些國家 而且這個是共識決 這個會議是共識決 這個會議是溝投票的 所以197個國家是獨立地通過 很厲害喔 本來這個會議每年都是吵個半天 他去年真的是法國政府 阿倫多工夫 去到每一個國家喔 真的他的這個大會的主席 是法國的外交部長 他真是拜訪了幾乎197個國家的 每一個國家喔 花了兩年了 來討論你這個國家的需求 我們怎麼把你想的放在裡面 怎麼把有同一種的想法group在一起 所以這個group大到說 中國 印度都不敢講 拒絕了 已經在會議裡面大到150幾個國家了 所以以前開始的時候 一百個女主家 那很多國家就說 那我為什麼年都沒有照過參加 很多人都沒有參加 所以這個group亂到一個大的程度 本來不想做這些本來想搗蛋的中國例如 都不敢講過的話 因為氣勢夠強 所以這個就是大家有確定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難的的 但是這些國家 在這個會議之前 197個國家 有185個國家送進來 他自己國家要怎麼減量 所以大家把這個180幾個國家的減量 放在一起的時候發現其實不夠 那180幾個國家 其實已經佔了全球排放的95% 剩下來幾乎都很小 那我們台灣其實很重要 我們是那個5%裡面的快1% 好 這 實在還有一個很大的差距 如果是一個 假如這個運行不錯的話 是一個好排行的 至少有一個辦法可以去控制 除了阿里的協議之外 國際的社會還有一個運動 這個運動就是投資轉向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有人去算一下 我們現在已經發現的化石燃料 鎂、油、天然氣 已經知道的reserve 就是proven reserve 這reserve假如都拿出來用的話 絕對溫度會超過2度 所以這個運動的意思就是說 80%的鎂、50%的油 跟33%的天然氣就留在地上 不要再開採了 因為你開採了 我們絕對超過2度 所以這是2011年的一些學生的訴求 從學生的訴求開始就越來越擴大 所以2014年的時候 這個鎂、克、菲勒基金會 就開始已經要轉 它主要從投資兩媒的部分 媒的產業開始移轉它的投資 鎂、克、菲勒是靠石油其家 然後挪威的主權基金 是全球最大的主權基金 也開始說在投資跟煤相關的產業 為了要避險 因為他們認為氣候變遷 越來越嚴重 南煤變長 將來並沒有出入 所以他們投資這樣子是虧損的 後來就發現最近幾年 2014、15年就發現 真的投資化石能源的基金損失很慘 投資再生兩年的都開始轉移了 所以這個運動已經從道德訴求開始 到了這些公司這些基金部的形象 到了實質的利益 所以現在越來越多拋棄煤的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是今年的地球月哈佛的學生 希望他們的效益基金不要補資化石能源 哈佛的效益基金是很多錢的 370億美金 那最近大家知道油價很便宜 因為不知是油價 煤天然氣的價格都隨之變得很便宜 所以最近煤的煤礦貨產延寧 賺不到錢 最大的是等公司 那你也知道最近的原油價格掉掉 最近這個禮拜的原油價又跌了 所以最低的時候甚至到20幾百 不過我們現在大概在40幾百 跟2014年的100都共同一起來 除了當然美國開始產業也有啊 伊朗開始賣油啊 可是還有一大部分是 其實大家開始少用了 節約了 所以工作與窮 工作與窮 可以價格變得很便宜 那最有意思就是沙迪阿拉伯在最近 然後4月21號的時候 他的新的這個 他就等於創我們的經濟部長 提出了一個新的經濟改革計畫 希望呢2030年 商標阿拉伯的經濟是不要靠原 你別想幹嘛 他不要靠原貨 因為他覺得靠原是非常危險 雖然他有這麼多 但是不太靠原 那我們台灣怎麼沒想到這些 沒有 沒有 很可悲啦 這是我們台灣 我整理了台灣的一些資料 我們人 我們總能源供應 在這個IEA的這個資料裡面 IEA是139個國家 大部分是用能源來都有能量的 那我們排名全球是23 那我們比較有 我們的阿拉伯也是全球20幾年 大家注意哦 在京都利益部裡面 推算的是40個開發中的國家 其實是38個工業國家 差不多38個工業國家 你們看 38個工業國家 我們排名是全球23 我們已經比一半以上的工業國家的 排放量多到來的多 那我們每年每年的用力 每人的用力量是全球12年 前面是哪些國家 除了無聲堡之外 就是哪些國家 有自產的水利發電很多的 瑞典、挪威、芬蘭 有自產能源不少的 美國、加拿大、 撒尼阿拉伯、卡達、 阿拉伯大公國 還有一些什麼 我非常忘記 反正前面的除了無聲堡 都是有自產能源的 不然就是甚至是出口的 我們台灣用這麼多的能源 我們還要想說要用更多 我們用這麼多的電 我們怎麼沒有經濟活動緊壓好 沒有 從比德國、比日本用的都要多 我們已經快跟美國差不多了 已經很近了 我們起先是說澳洲 現在我們也超過澳洲 澳洲其實也是跟能源很大 可以提供 那這是我們台灣的能源的姓氏 我們主要是用油 油漲了我們能源一半左右 煤、天然氣、核電 那我們能源的支出 這也是我們政府通常很少逃位的部分 我們能源的支出 每年都花了10%以上的GDP去買物源 最近是因為能源價格平價才好一點 過去每賺7塊錢 最嚴重的是208年 每賺7塊錢 就要拿1塊錢去買能源 這是一個非常慘重的負擔 大家說紅馬政府以前說 日本因為不用核電 進口很多的活力 所以他們有赤字 這是一個非常錯誤的訊息 為什麼 大家記得安倍的第一次見是什麼 貶值嘛 貶值的結果是什麼 出口會變得比較有競爭力 但是進口的東西又變貴啊 所以你即使是進口一定能量 搞不好就變赤字耶 另外是什麼 日本即使是赤字的時候 能源也只佔了GDP的5% 我們大概是從2007年左右開始 能源就佔了10%的GDP 我們這邊有兩個柱子 兩個柱子是不同年的統計 我們都是政府的統計資料 不過政府最近常常在改統計資料 那我們的電是什麼呢 我們大概一半的電是靠燒煤 然後是天然氣 可能發電佔15% 有意思的是 大家要貼的太陽能跟土工 我們到去年為止 還佔不到我們總發電量的1% 不到多少% 我們電地每人每年的平均用電量 是全序的第12名 那請問是誰在用呢 你去看一下的話工業用電佔了60% 就是我把工業跟電廠放在一起 這兩個加在一起就超過60% 而且這個比率並沒有顯著的改善 工業國家能源裡面 大概是交通 駐商 工業各在1% 我們的工業 耗能跟耗電都非常的高 這是開發中國家的level 應該這樣講 只有開發中國家才是這樣子 工業國家的工業用能源 基本上都沒有這麼高 那所以各位很注意的節約 節能減碳 什麼拔插頭 水手關燈 你看看 大概已經努力了10% 也不過佔重用電量的1.8% 當然我們不是說每個人不需要 但是假如我們在產業政策上面多注意一點 節約的空間 遠比我們個人去做要來的效果 我們政府的政策是這樣子 199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是1.2億 2000年是2.1億 2005年是2.45億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2000年左右 2005年基本上是1990年的多100% 多100% 那我們前面講的其他國家 都是相對1990年要進行比較強的 那我們溫治氣體的目標是這樣子 2020回到2005年的台放 2020回到2000年 2050年的時候 回到2005年的台放 2050年 回到2005年的台放 這是我們的政府宣誓的目標 宣誓而已 不是列在法律裡面 我們2009年的時候 通過一個再生能源發展訪問 這個是希望像德國 大家都知道德國的再生能源發展得很好 德國早年在發展再生能源的時候 也像我們的早年一樣 就是政府會一直幫你安裝 或者鼓勵或者獎品 結果安裝的結果發現 這些安裝的結果都沒有在用 沒有保養 學校的很多的展示都沒有在用 覺得這樣子不是辦法 又浪費資源 所以他們後來就想了一個不錯的方法 所以政府不再幫你安裝了 政府是你自己花錢去安裝 獲取一些小小的獎品 政府你自己去安裝 你安裝好了之後 政府依照風 太陽能等等不同的技術 它的成本去計算 讓你有一定不錯的利潤 這個利潤大概是5到8% 或者甚至更高的可能5到10% 8到15%的利潤 當然要扣除所有的成本 利息什麼都要扣除 所以這樣就算了 所以政府這個宣示出來之後呢 就開始有一些安裝 安裝了就越來就大家就口耳相傳了 因為我這個安裝好了之後 我20年 正能夠我買20年 所以只要我好好的保養 這個風機或是太陽能力 就可以帶來我20年的收益 所以萬一我要退休 這是我退休金的一部分 我是務農的 我在農地裡面裝的一個風機 這是我業外的收入喔 所以萬一農業收成不是很好 我還有別的收入 賣松粒發電的錢 所以這個開始就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所以今年 今年聽說在五月多的時候 德國的太陽能發得真好 那可以發到快幾乎百分之百 他們的用電需求 德國的太陽能用好嗎? 應該不會吧? 應該不會吧? 我們比德國應該難過 我們應該太陽能發好一點 好 沒關係 我們所以在2009年的時候 一些立法委員就說 我們要通過這個再生能源發表條例 就說這些是立委的再生能源 那我們說2030年的時候 我們的裝置目標要達到這個 提案的立法委員說 他們當初提案 這個是下限 至少要拿到10個DGW 結果到了經濟部的解釋 這個就變成上限 最多只能吃的立法 那當然最近吵吵吵吵吵吵 這個上限也被調得很好 但是因為有了這個上限之後呢 所以他就安排了 每一年我們要先買後快 所以每一年就裏面的少少的量 到了這個量再多就不跟你買了 跟你講 你裝得有可能裝得有可能 裝得有可能 所以我們的太陽能發電剛剛跟這位講 是到了2015年才不到1%的發電量 那我們看日本 日本其實日本、韓國跟台灣 這三個非常相似的國家 不喜歡再生能源 等日本在311之後呢 他就通過跟我們這個再生能源 把來考慮相似的 所以他們2012年才開始正式實施 不過剛到2014年的時候 太陽光線已經占它們發電量的2% 我們弄了個半天 我們的不到1%裡面 2%是風力 你看跟人家差多少 有沒有決心的差 那我覺得差的主要是因為我們的肺力 而且很不好 大家偷來這個政府好像很怕 圖利自己的老百姓 怕圖利人、很怕圖利人 其實都是圖利台電 我怕影響電價、不影響電價 我說我算了給你看 即使你這個所有上限 都是太陽光的最貴 影響電價也不過15% 民眾很敏感 你們兩個鬼 你前幾年、前幾個月 你就已經漲了25%的電價 你看他照著講也沒有再生能源 真的就是黃仲琼 那時候當經濟部正式的時候 就從跟你紅扯霸道 一生氣的時候你發言 他全都會被自己 不利的再會自己 我後來就說 你不會打字 我把我的發言打字給你 你不會打字給你 我後來說 我出席我就不要你出席費 因為變成我同意你們的這些講法 很可惡 變成我去你這種會議 我的話都不見了 都變成你的話 到時候人家看會議記錄 因為我都真實嘛 就問來 你不能贏 那我說你們這個費率很低 你都沒有考慮這個人家去借 借錢貸款去設的這個利息 然後有一位 我就講給你知道 我跟他講幾個問題 張勢力 也說我們學委 不知道為什麼 他是我們學委 張勢力就說 沒有錢的人幹嘛來投資 你問我要你其實拿一口袋錢去投資的嗎 那你為什麼欺負老百姓呢 他只是沒有人家那個有錢 他不能去貸款 他在貸分機嗎 你講這個話 不用算利息 利息都可以算成的 台電的所有貸電廠都有算利息 這還是經濟學家 甚至台電有這種黑幫 它是一個黑幫 他不是一個正常股市 嘿 嘿 沒錯 我們覺得長期看下來就非當 所以 是非當 對 其實我覺得 推動貸家能源裡面最大的障礙 不就是台電嗎 所以我們這個太陽光電的價格 其實掉了很多 現在其實已經到了5塊錢到7塊錢 就是4塊4塊得到7塊的價格 其實太陽光電跟其他的發展又不能拿來 為什麼呢 太陽光電是我們用電監工的時候 最需要電的時候太陽光電 所以你說它一度7塊錢好貴不貴 我覺得貴不貴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那個夏天監工跟幾個小時 一年超過100小時 不超過100小時有這麼多的用電量 可是我們電力公司為了這100小時 就要去一個電廠放在那裡 平常要在維修 這100小時的時候幾公斤 所以它一度電的可能要200萬 因為電廠人員所有的都要用 只有少用那個燃料而已 這一年都要有人在 只是為了應付這個夏天的一百小時 所以它一年總共只用一百小時 它有平常的電廠 一年一定可以賣電8千小時 差很多 所以那個電費的成本是差很多的 所以假如我們有越來越多的光電 我們的監工就不需要額外的電廠 去蓋額外的電廠 去應付那個監工的幾百小時 所以它的價格是以原地外的電廠 公益發電現在比較大型的那個風景 度多到兩塊幾年到 這個細節可能下面有個老師也知道 然後我們去年底的是去年的時候 中期過通過這個溫序器 減壓公管理法 這個還蠻有意思的 2006年的時候 我們也有一個這個法 在立法院裡通過 那個時候叫做溫序器體體減量 大部分也都沒有注意到 我們有這個法 一讀通過的時候 有一個國家非常的興奮 英國 英國興奮到什麼程度呢 英國的外交部來韓 正式邀請我們提案的 真情威力馬尾 以及英國參考 這是我們1972年 跟英國斷交部來韓第一次官方的邀請 這很重要 我們這幾個笨蛋立法委員 真的是笨蛋 沒有任何的媒體 沒有任何的新聞 大家都知道不一回事 這是多好的宣傳啊 你是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一點都不重要 你假如做得好 人家自動會請你去 跟你有沒有邦交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是2006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全球有兩個溫序器體減量 這是我們台灣的 一個是英國的 英國在2008年有通過 我們一直要到了2015年才通過 內容完全不一樣 然後只有影子一樣 這個是完全的以前 一點都不一樣的法 雖然名字是一樣的 真的很可惜 真的很可惜 我們在2000年甚至到2006年的時候 我們台灣的科技 我們的發展 我們還有潛力是站在前頭的 什麼事情都不做 現在是落語的 摩洛哥還輸菲律賓 還輸印尼 他還輸中國 我們自己的優勢都不知道好好地掌握 那我們通過的這個法呢 是說我們2050年的時候 我們會降到2050年以下 那這個比原來的政治的承諾還要有更多 那這個其實只有說說說 也沒有說真的是受開始實施了 我覺得沒有什麼特別的用處 然後呢 我們去年這個因應巴黎會 各國都有準備自願的檢案承諾 那個時候叫做 Intended natural becoming a contribution 那我們環保學用了一個 我們自己的檢量承諾 那有個媒體就說 好棒好棒 我們台灣真是具有野心 我們2030年會降到 比我們的基準少一半 比基準少一半 反正基準是叫做 Business as usual 會比2005年少改變20 那這個Business as usual是怎麼做出來的呢 是一些還滿誇張的預測 也就是說到了2030年的時候 我們的電力比現在還要多42% 也就差不多15年後 我們要比現在還要多40幾% 比公安同學最多一些身手的還要來得多 這是我們的電力預測 所以我們的INDC到底有什麼問題 確實有問題 只要你畫了圖你就知道了 這是我們實質的發展實現 我們的INDC呢 我們的Business as usual 就動著自己跳出來 那假如像我呢 我就把這邊自己平均做外差 其實比我們的INDC還要來得好一點 所以我們的INDC呢 基本上是因為我們需要做任何事情 所以沒有在做實質 那國際上做了哪些事呢 國際基本上對於各種不同的部門 不只是能源的供應 還有在能源的節約上面 怎麼去創造就業 創造新的產業 這樣就是鏡頭能源的依賴性 那最便宜的工業形式呢 其實是能源節約 我們少用 少用就是少發電 少用就是少發電 那風跟太陽能等等 其實都遠不如核電到來的貴 核電其實是最昂貴的 那我們現在台灣有一部分的學者 在鼓吹所謂的淨鎂 還是要燒鎂 但是把鎂的二氧化這樣看 工存起來 這個技術還不成功 那目前的試驗呢 其實它比鎂 它比核能電廠還要貴 至少貴一倍 這是有一些的學者 尤其是地質學的學者 非常非常熱衷 那其實我說 這我整理的 過去台電公司跟銘銀電廠燒煤 燃煤發電 這是黑色的深色的現場 燃煤發電 每發一部電呢 台電都比銘銀電廠多用10%燃煤 天然氣也是這樣 天然氣每發一部電 台電都比銘銀電廠多用10%燃煤 有一朵很好 這是燃煤價格最高的時候 2008年的時候 台電的效率還是會變好 假如台電可以像銘銀電廠一樣的效率 我們就會多出5%的電 沒有什麼缺電危機的啦 或者是相當於我們現在有的文化電 假如可以把熱燃藥省下來 只是一年250平米 那看人家的建築 我們其實節能談得非常的淺 關燈拔擦頭 冷氣調高一點 為什麼不在建築物上面想辦法 這是柏林火車站 橫化穿越歐洲的東漆跟白天一天 這個上面太陽門白天是 白天是地下樓層都不用開燈的 地下樓層不用開燈 冬天也不用 都得緊緊的貼冷氣 貼暖氣啊 冷就冷啊 暖氣就在隔壁吹一吹 衝過來上火車就好了 對不對 或者是小房間裡面一點點的暖氣 可以整個火車要吹一暖氣吹一冷氣 沒有啊 自然拆光 這樣可以用個七八十年 省多少的能源 好 那我們有沒有在住宅想辦法 我們有沒有規定住宅的節能要多少 公盟規定2020開始 所有的公共新建築要是零號人 你就怎麼可能零號人 所有的建築要絕緣做得非常好 自己要能夠自採一部分的能源 夠於這個建築裡面自己 就是零號人 那公壓建築要2018年開始 那舊建築物的更新的每年更新3% 那這個呢 這個圖跟這個小的表呢 就是帝國大廈 大家知道帝國大廈是一個很老的建築 應該有90幾年了 帝國大廈前幾年做改裝 外表沒什麼改喔 窗子啊 空調啊 換啊等等智慧型的控制 省了快40%的能源 舊建築我們可不可以做 我們當然可以做 有沒有要做 沒有 沒有 過來台鐵 我說快被凍死了 把我身上所有的衣服都拿出來裹啊 快被凍死了 拿開那麼冷幹嘛呢 台鐵不是連連虧損嗎 我也想要去省一筆錢 所以我們也沒有在建築 也沒有在這個發電設備裡面 其實講到更細的就是 這是我們社區 我們宿舍八十戶 我們有樓梯間 因為我們沒有電梯 就是樓梯間抽水卡 樓梯卡出廣場如此而已 那過去兩個月的電費 都是一萬四到一萬八喔 很多喔 八個樓梯間而已 為什麼這麼多 因為大家上下樓都不關燈嘛 所以我們去年就把它改成感應式 花了蔡菜不到五萬塊 八個月左右就回收了 電立刻抗一半 所以這個政府可不可以到處宣導 有很多的樓梯大廈 沒有像回去一些公家的地方 為了節能減碳 黑漆漆 樓梯間都不開燈 那這樣子的話 那是不是乾淨的燈就拿掉了嘛 是不是這樣 蓋的時候就不要有燈 最省電啊 人的安全其實是最重要的 不是為了省電 省電沒有方法 我們不講方法 就是關 那乾淨就大家都關掉算了 不用嘛 我去丹麥他們是怎麼省 不像我們教導大家爬到地上去把插頭 那都是所有的插頭 插座到門口也在開關 出門 開關都關掉所有的插座都沒變 多好 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也可以當那些木工來有生意嘛 對不對 也不可能請外勞做這些事情 因為也不通嘛 可以創造就業 這些材料 對不對 都是本地的就業啊 那我們終於在去年的10月開始 除了這個所謂的能源效率 這個1級 2級 3級 4級 5級之外 現在的冰箱能器有這個 大概耗電幾度 現在才有喔 去年10月之前 只有非常省客的冰箱數據才會貼 從1998年跟能源講到現在 一直都不錯 他們如果沒有這個溫度計就夠了 我跟你講這溫度計數是不夠 為什麼 你看 這三個都是一級的冰箱 這個601公升 這個565公升 這兩個差多少 都是叫一級 好不好意思 這個670公升也比他省便啊 都叫做一級 你就這樣有問大家嘛 你就我們老百姓要去配合 這些資訊冰箱業者20年前都有了 在美國20年前 但是賣場就是貼著冰箱這個 這樣一點 為什麼一直到去年才做 你就不給我們資訊 所以我們去買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怎麼買 我們只能買顏色很黑 冷氣開口對著 就這樣可能比另外一個冷氣多號50%變 我都不知道 我就用了10年 那不是很浪費嗎 那現在貼過來總算有些感情 要看這個 為什麼溫度計數也不錯 其實節能還有很多可以做的 這個是一個顧問公司叫McKenzie McKenzie在2009年出了一份報告 這個報告裡面講什麼 它是針對美國能源局 能源部每年會去做的評估 它做的評估是2009年的時候做的評估 2030美國會怎樣 它就拿美國的政府做的評估 它說你還可以加上這些節能的這些技術 這些節能的技術可以讓你在多省 大概16%的能源 是現有的技術喔 而且這個技術它就算出來 不同的技術是多少錢 一項一項都有算 這個台灣可以去算 當然可以去算 你要花多少錢 這個紅線這個地方 大概是一度墊五塊錢 可是很多都比這個要來得低啊 所以節能其實有很多的技術可以做 而且不花多少錢呢 這要去鼓勵 那我們再生能源最近的發展 基本上再生能源是21世紀才開始發展的 那我這邊提一下 2015年就是去年6月的時候 夏威夷通過一個法案 希望2045年的時候 夏威夷變成一個百分之百的 再生能源電力封印的什麼 島 變成一個中 百分之百再生能源公佈 然後他很好玩 他說學校要領先 所以規定夏威夷大學到2035年的時候 變成一個百分之百的 半分 سے百分之百的發展 台灣有沒有這個野心 人家現在就開始錯話了 加州說 它的顧客要百分之五十隻干 than that 我們呢 前幾天 前一陣子用電桌的時候 ORB還有說大學要開始升典 我就聽到我的神 我說 喔 以後是看不到別人就要看過我了 其實玄奕洞地弄這樣很多耶 尤其像我這個戲 我有很多人要計算 不連大概漲白般的地方 很可能 都不知道要怎麼去 都不知道要怎麼去解呢 就一堆不懂的人啊 混在一起 小白天想著 你跟他講他還不懂 他不懂你在講什麼 哇 真的很疼痛 我們說德國其實發展再生的一個配合是非常先進 但是人家也不是一步登天 人家也是花了很久的時間 就是2000年的時候 就是2000年 才2011年 合併從30降到18年 現在我們降到12年 再生能源從7%增加到21% 那去年已經有33%的變是來自再生能源 那他們目標是2030 2020的時候30% 這個目標應該是可以達到 因為去年就已經33年間的公變 是來自再生能源 所以我們現在假如不開始 是更久了 因為即使我們現在開始 可能也要隔快20年的時間 至少要10年的時間才可以看這些成果 我們現在都一直不開始 只是在第八角 那未來就更難 德國呢 其實它的 我們台灣的很多的經濟權 都會非常的保守 他們認為我們只要講節能減害 就會影響經濟 那德國的經驗告訴你說不是 德國的GDP是在增加 德國的總能源消耗是更正的改變 然後德國的2.8000能量是在減少的 他們已經減少了比1990少了27%的2.8000能量 我們是比1990多了100多 多了100多 那這是全國際再生能源的發展 這是風 這是太陽能 風力發電已經是差不多在430的低到瓦 那太陽能也200多的低到瓦 那我們台灣呢 太陽能慢慢的超過風力 那我們的量呢 其實是我要乘以100才能畫在這個底上 可是我們台灣是全球製造太陽能板 第二季的一個家 我們說這是一個產業 所以其實要有注意喔 我們不希望我們的政府都不太喜歡發展綠能 我們只要發展綠能產業 產業的意思是我們去做這些去賣到其他國家去賺錢 自己不用 贏弱 為什麼不用 其實日本的 日本的新車出來就是在日本之前買的 為什麼 自己國家先用 你才知道好壞 有沒有什麼要改進的 你才會不斷的改進 你一定要自己有系統 你才可以整個系統去 聽說都不是只是賣那個面塊 賣一個表 整個系統出售的那個價格就完全不一樣 那最有意思就是IEA 就剛剛我們看很多圖就是IEA IEA在2006年 這個每條線這個IEA做的預測 IEA在2016年 2006年的時候預測到2030年的時候 風機發電最多還不到40個GW 那我們剛剛看2015年 就還沒到2030年喔 2015年就已經超過400元 幾個月 所以IEA這幾年 這十幾年一直都一直壓抑再生的人 所以也不光是我們台灣 這裡一直壓抑 所以歐洲的國會也非常的升級 所以就另外組織了一個叫做IRENA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成立了之後 IEA稍微的比較沒有那種花範 那我覺得其實大家要一直很 現代的技術 讓我們有很多很多可以想像的落實 這個太陽能飛機應該快飛完 繞太到世界中 應該快飛完嗎 最後一層 好像應該是最後一層 這幾天 這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化石燃料 這個面板 這個機翼上全部是太陽燈板 所以它的那個機翼要比7700的寬 全靠這個 所以它飛越太雨量的要飛很久 非常的危險 那個天氣不好就不暖的在雨 那中間是沒有地方放棄的 所以它們都要算好天氣 而且這個因為不能在什麼 只能一個人 這個人不能睡覺 所以他要練瑜伽 每次打課20分鐘 那個遙控中心還要不時的跟他講畫 免得他打瞌睡 很辛苦喔 兩個都60多了 應該是最後一層的 最近是埃及嘛 埃及要飛到土壞 應該是埃及 這層要飛一遙天 已經是很安全 不像前面是海上 掉到海裡就完蛋了 這個飛了一年多 但你沒有說 因為這個離山又還很遠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開始 當初在坐汽車的時候 汽車的時候 汽車跑得比馬車還慢 那時候也可能也會不會在笑 人家就去發展 比馬車跑得來怕 我們幹嘛用這個汽車 現在沒有人在笑 就是不斷的感覺 不斷的感覺 那還有一些不錯的想法 電腦中心很會散熱 所以聖母大學就想到一件事 這個復制的一個 井土岩的溫室需要熱 所以他就把他的計算機的 那個主機就搬到溫室去 就給溫室散熱 那他就不必去哭吏這個 所以兩邊都是不錯 所以其實有很多有意思的想法 只是大家來不來用 美國還有這種公司 是說我跟你簽約 跟你每一個家簽約 你同不同意 假如需要兼風用電的時候 把你家關你 你的電關掉一小時 假如你家沒有人在關掉一小時 就OK啦 你也沒人開冰箱嘛 當兼風用電需求沒有足夠的 花電場封電的時候 我就可以來賣電 我把我這個用戶的電都關掉 就可以省掉這棟電 那你來兼風的需求就可以獲得 或者是我再去收購 收購什麼呢 我收購醫院 我收購那種大廈的緊急用電 怎麼講呢 那我去幫你鑽約 這些緊急用電 一定還有平常也要去市區嘛 市區的時候 我就賣電給電力公司 我幫你市區 這樣子也不會浪費掉 所以就有很多有意思的想法會出現 所以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那我們不只是隨手關燈 拔插頭了 你要回家去看看你家的電 油 帳單 到底是怎麼樣 跟其他人比較 那節能呢 不只是拔插頭 我是不是可以在改裝的時候 我把它可能用一個主要的開關 或者我怎麼控制 我們現在也說 大家應該要 政府應該鼓勵大家更換智慧型電表 這樣子的話 用時間電價 真的發電的成本高的時候 你就可以不要去做那些 不需要立刻做的事情 時間電價就是說 於成本高的時候 用電監工 電費就高 用電民工 電費就低 所以你的洗衣服 裏的一些不需要的雜事 就可以在電費低的時候用 那監工就不會有人在 用的比較少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去蓋電廠 去運輸他的監工 或者是我們家裡的絕緣 做好一點 家裡就沒有那麼熱 政府是不是要鼓勵 那個雙層的窗子 雙層的窗子 讓我們家裡的這個窗部牆壁 門絕緣做好 我們的冷氣比較不容易散失 這樣做我們的冷氣就比較少 那其實現在最熱門的 還有就是太陽光亮 現在有太陽板 不怎麼去依賴方向 所以牆也可以用 屋頂很多的地方 可以有面積不夠不適合 其實現在最熱門就是怎麼儲能 再生能源出來之後 我們怎麼儲存起來 那當然就是要有很多的創意 要大膽的實驗 不過實驗都是要安全最重要的 所以像荷蘭有這個 有那個自行車道是踩的發電 然後在太陽光亮 太陽光亮的自行車道 所以我們有學生就有去算 假如我們台灣的道路 80% 假如是去封太陽光電板的話 我們可能就可以提供 30%左右的電力 當然這個前提 我們的道路都可以隨便掛了 結果其他的政策的改變 我們其實面對了很強的挑戰 就是國際上2018年 就要開始研討各國的資源 解量承諾 那我們有做哪些準備 是完全沒有準備 還是有準備夠不夠 還有這些準備 需不需要練習 其實是需要練習的 即使是看太陽的交易 還有很多大家不熟悉的地方 你不要一開始就全面實施 不要去練習 那我們其實我們現在的電力 其實還是以貨納燃免發電 給基礎 這個需要檢討 因為一個電廠蓋下來 起碼是40年的事 就是30年 20年 40年的事 你假如沒有用到40年 就是可以使用 所以假如現在還在蓋 或是才剛剛要蓋 是不是可以雕蓋 那我們怎麼把排電的干擾 減到最低呢 就是發電跟輸配電 分開來一個網跟廠 分開來一個網 而且要規定 再生的年齡要優先上樓 我們不只是 中央政府的規定 怎麼樣讓民間更熱烈的參與 然後最後就是 其實因應氣候變遷 不只是能源的問題 我們怎麼去管理我們的水資源 我們怎麼防範跟核熱的破散 我們的制服跟我們的糧食 夠不夠 還有易受災區域 我們是不是要怎麼避免更多的人去易受災的區域 還有緊急作難 我們到底有沒有有多的準備 好 那我今天就跟各位講到這裡 後面的那個 然後有問題在說 好 再來到這裡 好 各位什麼問題 好 請收 不好意思 剛剛那個 就是現在幾個能源政策 都只要到這裡參與 然後應該要開放程式 或是涉及量參與 但為什麼台灣大部分 像是涉及體檢量管理法 或是在裡面的 有中央制定位 然後我很少看到 我們地方政府 在裡面在這方面 有過程的 就是武力有過程 然後第二位是剛好 是有提到這個NCS 然後 CCS 它只是有 可能有爆炸 或是一些有重型 那我想知道說 除了 CCS 這種挑戰策略 跟這種方法之外 也沒有其他的投資策略 就是有其他的投資策略 還有 我們其實在過去的程度 雲林 我問了還有沒有其他的縣市 那麼高雄是誰有 有要制定自己的 溫室清理解量的辦法 那雲林有要自己科太歲 都被中央剝回 不准 不准你 說這是中央的自權 當然我們其實我們的法律 並沒有要去什麼大法官解釋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法 其實法官的素養稱之不齊 所以似乎解釋也沒有用 所以假如自己能做 但能自己做 我們台灣很多行動這樣 另外那個CCS不是調試喔 CCS不是一個調試活動喔 CCS這個情報變成兩類 現在是減量 叫Mitivation 另外調試是說已經造成這樣子了 我去適應這個環境 CCS是要把二氧化碳去抽起來 封存在封存起來是CCS 看著很多封存 那個不是調試 那不是調試 現在已經有在封存二氧化碳的 應該是挪威 他把二氧化碳灌到 一個天然氣的坑裡面 去增加他的天然氣的取出 CCS 探的補多封存 大家是為了要燃煤電廠 配合燃煤電廠 所以在美國 是有找到一個地方 在密西西里州 這個去蓋一個電廠 他認為他的地質合適 蓋一個電廠 把這個電廠二氧化碳 封存到附近的地質地區 是這樣 那這個電廠已經蓋了 現在超過六年 本來說今天要完成 我們這樣還是看到訊息 那經費已經是超過原來的三倍 六十一億美金 那這個電廠其實並沒有很大 不到六百個MW 所以你算一算的話 大概是合適的 快三倍 那本日這個加拿大呢 也有蓋一個 是用舊的電廠改的 那現在不知道效果有怎麼樣 剛剛開始蓋完了 剛剛開始裝了 那我們台灣呢 就非常有意思 就是說我們的封存呢 就正好都在我們 地質都是很適合 在我們的電廠 正好在我們的電廠 不用找新的地質 這是怪怪的 不可能 沒有一個國家 正好你現在蓋的電廠旁邊 就設了一個封存 就是封存出來的問題 就是它會大量冒出來 還是什麼 不只是這個 這個沿層 可能高壓會裂掉 那它假如萬一沒有封好 突然冒出來的話 那個沒有立刻散掉 附近所有的生物都會死掉 有點缺癢 我們不是花很多錢 能源國家體計劃 250年 對 不知道有什麼 大家都不知道有什麼 我沒有放淚 對不起 我都沒有參加 我是外行人 對他們來講我是外行人 我本來有照一個照片 有一天經過能源國家型計劃辦公室 在學校裡面 對 就看到一個在樹叢裡面的風機 對 它門口放了一個風機 可是旁邊就有很多樹 那怎麼會發生的臉 所有照相 沒有辦法對 補充完一家 因為我們之前花了250億 然後做了一個能源國家型分析計劃 對 然後 就是 結果就是剛剛老師誠信了 這樣 不知道有什麼 也真的不知道 而且現在是第二期 現在是第二期 早上吃飯的時候跟同學講 如果250億拿來做綠能夫 的話可以做500的 100%的綠能夫 對啊 可以去算一下 我不可以買多少的綠墊20年 就好了 這個計劃 因為其實當初他們在討論得落費的時候 有人就說 黃東說 我們不能獨立他人 其實德國人講得很清楚 綠能就是我 我把我的錢給自己的老百姓 比 總比給外國人好一點 因為我的老百姓 我老百姓賺了錢之後 他還是在這個地方花費 他會在這個附近用掉啊 他做國絡經濟啊 說不好 好 圖利自己的百姓本來政府 就應該圖利自己的百姓本來 你不是好像圖利外國人就是OK 圖利自己的百姓不行 所以其實再生能源有很多的好處 不只是那個電價貴不貴是一件事 但是你從太陽能板 還有去架太陽能板的這些架子 短線 接頭 設備控制的系統 這個都是附加的產業 這個一定都是我們LOGO的 一定是在我們這個地方做的 德國再生能源 光是再生能源 就創造37萬的就業 而且這個不可能外包給印度公司 不可能外包給中國做的 你一定是在當地做的 來裝的人一定是當地的工業 節能也是 所以其實發展節能再生能源 是創造就業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而且呢 而且其實你這個就業 其實在國外 我們現在的政策還有一個缺點 希望做大 譬如說做海上風機 什麼等等等等 其實假如每一個人都參加 當陸上風機 假如我要去投資的人 我讓這個社區的人 有20%可以入股 雖然可能也不需要太多錢 或者是假如你願意入股 我就把你該有的電費那個收入 抵過你的土金 那你自己看了那個風機 你就會高興 風機轉 我就有收入 這是不一樣的感覺 比如說我開個風機 然後那是誰誰誰誰 台北的來的誰 高雄來的誰 賺錢跟我們都沒份 所有噪音都幹嘛 好 影響 假如那不是你的一部分 你就會覺得 或者是我這邊的人 都可以訓練去做維修 去幹嘛 是有好處的 那我們現在還有一種大規模的感覺 其實不需要大規模 因為小規模 不是這個小社區 跟其他的小社區 外溪哪裡有問題的時候 社區之間還可以連起 不會下去不斷變好 而且其實國外已經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再生能源 發電的人越來越多 自己發電的人越來越多 所以平常只有緊急的時候 用那個電力公司的電 那電力公司就覺得說 那我變成你的配用電 那我收的電費少 我就把這個電費提高對不對 電費提高了 有人就乾脆說我去買一個電子 把它存起來 我不要用你的電 就開始亂賣 會有一些人 離開電網 好 那自己發電的好處呢 我自己發電 我自己要用什麼樣的電 就開始我會對這個電的這些事情 我開始去關心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電業的靈體化 電業的靈體化開始 大家都可以選擇 大家都補菜 這像以前只有有錢人 才可以去投資發電 非常非常多錢 現在是你我 稍微幾點錢可以去買一台文販 好 再多一點錢 可能退休 放在那裡 這樣 就是不再備受以前的限制 這也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 趨人趨勢 我這樣看 就是台灣的環稿這麼多年來 我們有一個叫環境保護署 他做的作為就是打壓環境學者來破壞環境的署 那後來因為民企的壓力 我江國榮教授 已經看了很多 因為壓力他不得不做 垃圾減強不做 不得不做資源回縮系 本來就是做給外國人看說我們在做 而且能源也是也是一樣的意思 但是環保署的部分已經被我們民間調教到比較接近 還沒有完全 我覺得還沒有 剛才張教授還講的 他們還是開發主義的思維 你就被我們調教 但是人源局我一直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被調教過 這一次的那個黃仲久 他們甚至他不會平講 他用工會罷工 用什麼方式綁架你 那些方式會玩這個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因應策略 我們不要相信蔡英文的話 那我們人民有去何從 要怎麼樣再去組織起來 因為環保的運動已經到這個地方 反而運動那就可以 但是呢 下一波我再看 是擔心還是有被綁架的危險 這是我的看法 就是教練一下 這個在我們發電的電力非常的少 所以基本上人家有兩代台電的公電 還是會被他綁架 所以這個也是 這個這個 所以我們想要 讓人民可以做得更快 他就越來越缺乏他的整個 目前 目前是 所以 為什麼最近又有人講 這個不是又有斷電啊 什麼什麼的可能嗎 其實有人就去研究了 從去年開始 在去年就是前年以前 我們排電的機組的維修 沒有在六月到差不多十月這段時間 因為六月到十月是我們用電的監工 過去的機組維修都在其他月的 比如說去年呢就有五六個機組 就排在這個時候維修 今年也有 然後去年又發生什麼步道機組就突然壞掉了 所以當然你就不夠用啊 你今天一個搬家公司 你步了一百個人 你最多要用的時候只用到七十五個人 可是其他人呢 一下一天請定價 一天不來一天曠班 所以你七十個人 你步一百個人就不夠用啊 所以你可能要步到一百五十個 就是我們台電的想法 他要蓋更多的電廠 應付他的管理不效 管理不方 或者是故意啊 就像你講的 故意要排在夏天監工的時候做維修 就讓你覺得好像確定 請他不告訴你 他就排在這裡 可以用的 他為什麼台電董事長還沒有下班 應該在第一時間嗎 那你要問小英啊 為什麼 為什麼那個法郎要等到出四個台會犯人 他們我覺得啦 我覺得他們都認為可以討好既有的人 認為既有的人會幫他們做事 我用了 Brand的解釋 所以Brand就快快換掉 董事都沒換啊 不只是董事長 董事都沒換 董事都沒換 忠友也沒換 董事都沒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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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